妈 这就是咱们的家吗 咱们以后就要住这儿吗 傻儿子 这不是家 这是招待所 咱们先在这儿住这儿 要不了多久 咱们就会有自己的家的 嗯 对吧 建峰 对 妈 我想看我电视 看 来 来 看 看电视怎么开 在这儿 好了 你看吧 我来吧 我来吧 这房子还挺大 建峰 好 既然回来了 咱就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该上班上班 该上学上学 该安排的安排 别含糊 嗯 知道了 还挺干净 对了 从机场回来的时候 你看见那个 开房子的广告牌了吗 什么广告 卖房子的呀 老高老高的那种 回来之前 我就听高厂长的二人说 国内现在变化特别大 到处都在盖房子 到处都在跑小汽车 这儿 其实别的我倒不太在意 就是房子的事 咱俩得上上心 毕竟 那不是衣服 也不是东西 说扔就扔 说换就换的 那得住一辈子的 你要买房子呀 不买住哪儿啊 咱不能一直住着招待所吧 我倒是想省钱呢 那也得看局里头 给你安排什么工作 能不能拿着 房补什么的 你要是没有这个的话 这钱 想省也是省不下的 应该很贵吧 什么时候 买房的置地也不便宜啊 那倒也是 剑峰 剑峰 你是谁啊 我是谁 你就是小易吧 我是你高乖乖 小的都长这么大了 团团 剑峰